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不能够叫做香港的宪法 但是它的地位是因为所有香港的法律都不能够和它有抵触 而且它是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制度 政治体制等等 所以也带有宪法的性质 所以所谓宪制责任就是基本法所规定的责任 这个宪字按说文解字是敏捷的意思 就是宪敏也 怎样做出来的呢 从心从木就是海省星 意思是有个心有个木 即是心又到眼又到 所以是快敏捷的意思 剩下的部分是海省星 即是我们做的星部 现在这个海字和宪字的读法很不同 不过可能唬音很接近也不可能 好了 这个字本来是在敏捷 但是后来词意改变了 就是等于法律的法字 本来都是指做事的方式 途径的意思 后来就变成法律的法 这个宪字也是 在古时词意改变了 亦都是表示法律的意思 所以古代宪和法 其实是一样的 宪法宪法 国家的基本大法 要有特别的名词 用了宪法 就用来表示了 这个国家的根本大法 义宪治国 习近平说 不单是要依法治国 只要依宪治国 或者依宪执政 这样 宪就是指宪法的宪字 古代的官吏 叫自己上司 要专称叫做宪 不单是古代 在回归前 在英国人管治的时代 都有这个用法 所以留意一下 以前立法局里面的辩论 那些议员叫港督 是叫督宪 督宪 督宪 国下 现在的礼賓府 以前叫做港督府 有时候都叫督宪府 以前的麦斯麦斯 下属叫他 都叫做司宪 这个宪字 有这个意思 但是 现在就很少用了 基本上单独这个宪字 就是解宪法的原因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